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 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 进入深夜或期盼天明 云空的泪一入冰零 接近了成雪花吹 我在去行为单位送我念的时候 在追悼里面 发现一位阿姨探索在电停车上 在行为阿姨的同时 阿姨直接向我求救 追求我 追求我 当时就在懵 然后我就赶快打110 120 怕它晕厥过去 我用手给它掐掐人中 扶口 然后看它身上有汗 我就把它衣服给它刷了 脱衣服的时候呢 它吐了好多 怕它堵住嘴或者掐到哪里 所以把它嘴里面 终于给它抛了出来 它突然间抓了一下胸口 然后浑身又冒汗 而且脸还紧 但是很苍白 这个时候它说好热 那我赶快给它降降温 因为那个矿碟水 我给它喷洒在身上 刚好我送过面嘛 然后我里面有个手脸颊 然后我就给它扇一扇 这个我也不太记得 因为大致情况紧急 就想要赶快救人嘛 当这个歌来的时候 它唱出了一语 一点的清晰 然后我很大声地说 我阿姨阿姨 我说你这海银在哪里呀 我把你送信号给我一下 我到时候找不到地址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报了一下它的信号 然后我就按照它说的 那个地址给它送货 进了隧道以后啊 滚过去了 越来越厉害 它也看到我 脸色越来越白 越来越白了 孩子不停地呕吐 它所以在地道那里 就给我散散去 它以为我中暑了嘛 太热了嘛 这里真的是要感谢它 要不然我那天 封在那个隧道里面 真的很热 我哭不哭来了 那肯定是很感动的呀 很感动的